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适度使用有利于孩子的学习、成长和生活 反之,如果沉迷进去超过了孩子身心健康所能承受的极限 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家中有三个年幼孩子的博客作者证实的 去年期让孩子接触网上资讯 但每次都会启动副率设置 开辟网上辅导已十年的家庭服务中心动怒 沉迷不良网上的青少年 前来求助的案例虽不多见 但值得关注 二十个个案里面就会有一个个案 就是会前来接受帮助 可能很多时候他们的原因都是 比方说去游览的一些网站 尤其是射击网站 然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他们的身体上面的一些生理反应 或者是有一些他觉得不能够自拔 媒体通知理事会则建议当局 仿效英国和日本 规定互联网服务商把网站过滤服务 纳入用户的合约内 我们大多数的MLC成员都觉得这个过滤服务是很重要的 是应该在这个服务配套自动纳入 如果有一些用户当他们签合同的时候 觉得是他们不需要 他们可以选择推出 目前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过滤服务收费 介于每个月2元到5元不得 可是订购过滤服务的用户只有大约10万个 媒体认为有必要加强公共教育 让家长知道什么是过滤服务 怎么样用这些服务来帮忙我们做家长的 怎么样帮孩子 保护他们 不帮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有什么危险 让家长知道这些危险是真的 另外 社工也指出 要是发现孩子懂得破解过滤服务 家长应马上寻求帮助 其端思考行为的孩子 基本上不管你用多强的一个过滤服务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会还是 我想要越过 而且越强的一个过滤服务 可能最好的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会更想要越过那道墙 重心及时即刻的 把它带到一个家庭服务中心 或者是专业的辅导员 受访者都认为网站过滤服务固然重要 但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 并清楚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 把孩子培养成有自制力的新一代 新传媒新闻记者 无量小报道